你好,欢迎来到西方史冈五十讲 这一讲,我给你聊聊戴克里先 是他结束了危机 到底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能够挽回帝国的辉煌吗 我先告诉你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无论后来的罗马皇帝 比如戴克里先,军事坦定,迪奥多西 有多么的努力 西方在罗马帝国时代 再也没有回到昔日的辉煌 不过呢,他们确实带来了很多重大的变化 对西方文明乃至全世界 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最明显的就是帝国分东西 帝国西部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 帝国东部呢,走上了东方的发展路径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 既然是同一个帝国 为什么西部和东部会变成两种不同的文明呢 在这儿啊,我要郑重地提醒你 提起西方,你自然就会想起 希腊、罗马、基督教这三大传统 你说的不错,但是还不够 因为啊,帝国的东部 也就是后来以军事坦定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 同样也享有了这三大传统 今天啊,我们不会把它看作西方 而是把它看作东方文明的一部分 这就要解释 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差异在哪里 那我就先带你看看 罗马帝国晚期的这位皇帝 戴克里仙 看看他做了什么 等你理解了这段历史啊 理解了帝国为什么会分东西 你就知道 除了希腊、罗马基督教 西方文明还必须有别的特征 才能够独立 才能够和别的文明区分开 我们先说说戴克里仙本人 他当上皇帝啊 本身就刷新了皇帝出身的底线 他的父亲啊 是被释放的奴隶 他绝对是出身下层 入伍之后呢 他一直干到皇帝的卫队队长 皇帝派他随太子出征 结果班师回朝的路上啊 皇帝被刺杀了 太子呢随即即位 结果新皇帝还没有回到罗马 又被刺杀了 戴克里仙挺身而出 揭发了谋害两位皇帝的阴谋 士兵呢就拥戴他做了皇帝 戴克里仙当上皇帝之后呢 大战宏图 他的作为啊 大概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强化皇权 第二分割帝国 第三整顿经济 我先带你看看 他是怎么强化皇权的 回想一下上一讲的内容 稳坐皇帝宝座的及格线啊 是拥有相对武力优势 兵制当然就是头等大使 戴克里仙首先改革了军制 他有两个大动作 第一削弱敬卫军的力量 把他变成少而精的编制 第二把帝国军队呢 分为边防军和野战军 皇帝的重点是控制野战军 同时呢 强化了骑兵的地位 弱化了步兵的地位 经过重新枕边啊 导致罗马陷入内战的这个军队 就安静下来了 戴克里仙另外一个强化皇权的大动作 是彻底抛弃了共和传统 拥抱专制 戴克里仙更改了皇帝地位的基本设定 原来乌大维给出的定位呢 是第一功名 现在戴克里仙直接把皇帝定位成 主人和神 皇帝不再是罗马公民中的第一人 而是罗马人民之上的主人和神 他用东方君主的复杂和神秘的礼仪 包装自己 高高在场 神秘莫测 元老院呢 连最后一点点职权也被剥夺了 成了罗马城地方政府 这在西方传统当中啊 简直就是背叛 因为亚里士多德早就教导过 一个人是主人 其他所有人是奴隶的这种政治 叫做专制 他只属于波斯 属于东方 西方 从来没有这种东西 也绝对不能这么干 所以啊 希望历史学家通常把戴克里仙之后的 罗马统治者成为皇帝 在他之前的呢 叫做元首 虽然他们都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 但是在道理上和制度上 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后来的皇帝呢 定位更加集权 这说明后来的罗马帝国啊 权力分布 更散乱 所以皇帝必须集权 但是我要提醒你 集权并不一定就能够改变权力散乱的格局 要理顺权力啊 必须把他们整合成一个 劲儿往移出使的系统 要做的工作很复杂 比强化统治者本人的权力啊 要复杂的多 所以戴克里仙强化皇权的努力啊 并没有收到太好的效果 戴克里仙的第二个大动作 是分割帝国 因为当时帝国啊 太大太难管了 一个人根本就管不过来 于是呢 戴克里仙把它分成了两部分 建立起四帝共治的体制 四个皇帝 怎么可能 中国传统认为 天无二日 明无二主 两个皇帝都不可能并存 何况是四个 戴克里仙的办法呢 是这样的 帝国分东西 一边一个奥古斯都 然后呢 两边的奥古斯都 再各自选一个凯撒 作为副手和接班人 事实证明啊 四帝共治并不稳定 戴克里仙在公元305年退休 他也信不过他的老搭档 马克西米安 让他呢 也同时退休 结果他的几个继承人啊 为了谁当老大 又打起来了 最后呢 是继承人之一 君士坦丁一统天下 四帝共治啊 没有成为稳定的制度 也没有解决政治中枢 如何和平交接的问题 但是呢 帝国就被分成东西了 在军事坦丁手里啊 新都军事坦丁堡建成了 也就是你知道的 今天的伊斯坦布尔 新都建成之后呢 迅速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中心 西边的罗马城啊 就逐渐被放弃 遗弃 抛弃了 戴克里仙的第三个大动作 是整顿经济 当皇帝得有钱 最直接的压力啊 是要养军队 养政府 戴克里仙必须找到财路 可是帝国呢 打了一百多年内战 经济凋敝 实在没钱可收 戴克里仙就想了两个办法 第一 强行价格管制 显然啊 财富不会因为价格管制就增加 所以他失败了 第二 价格管制不起作用 他就实行配给制 征收财富 保障军队和政府的物资供给 为了稳定得到征收啊 他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 把人民捆在土地上 这样一来呢 原先罗马帝国那种用贸易 尤其是长途贸易来实现的经济繁荣啊 就不见了 经济振兴的目标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戴克里仙的三大措施出台以后 罗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个时候的罗马 就开始急速的接近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那种 古代装置皇权 这些措施啊 使得帝国的西部和东部逐渐分开 越离越远 终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说到这儿啊 你就明白了 西方和东方的分离 在戴克里仙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这种东西方的差异 在罗马晚期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差异是政治上的 军事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的新的中心 地位越来越高 甚至高于罗马城 西罗马皇帝啊 实质上地位不如东罗马皇帝 而且啊 他们在西部也很难有作为 政治就进入了真空状态 东部呢 一直保持着戴克里仙和军事坦丁的专制政治传统 第二 在经济上 帝国东部被内战摧残并不太严重 因为将军们 目标是罗马城 那个时候还没有军事坦丁吧 后来加上戴克里仙禁止人口流动 凋敝的西部啊 就从大规模的市场经济逐渐退化成了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 庄园就不断的出现 换句话说 经济上的封建主义啊 其实在罗马帝国晚期 在帝国西部就已经出现了 而东部呢 仍然保持着市场经济的繁荣 第三个差异 在文化上 帝国西部讲拉丁语 东部讲希腊语 文化的差异啊 越来越大 最终变成了隔阂 后来呢 基督教的分裂 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的分离 这个事情 我会在后面中世纪的部分 专门跟你讲 就这样 戴克里仙把帝国分成东西 最终使得帝国的西部和东部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了 西方进入了中世纪 而东罗马帝国仍然存在 它后来啊 又被叫做拜占庭 拜占庭帝国又支撑了1000年 直到公元1453年 才被突厥灭亡 军事坦丁堡呢 也就变成了伊斯坦布尔 拜占庭啊 一直认为自己才是罗马帝国的 正统继承人 西边不是 因为西帝国被灭了 民族变成了热曼人 而东部呢 沿着戴克里仙和军事坦丁的道路 一直走下来 1000年从未中断 到这个时候 你就理解了 一提起西方 直接想起 希腊罗马基督教这三大传统 并没有错 但是远远不够 拜占庭和西方啊 共享了希腊罗马基督教这三大传统 但是很显然 拜占庭不是西方 西方之所以是西方 出现了很多区别于 拜占庭的特征 是从戴克里仙开始的 后来又在中世纪 逐渐演化发展 逐渐成型的 所以下一个单元 我会专门跟你聊聊中世纪 你就会知道那些不怎么起 但是非常关键的特征 是怎么来的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戴克里仙啊 通过强化皇权 分割帝国 整顿经济这三招呢 来挽救被摧残的帝国 但是总体上看 他失败了 帝国啊 在其中背叛了共和的传统 整顿经济呢 反而导致经济衰退 更重要的是 帝国分东西啊 实际上把东西两边 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上的差距啊 用正式的制度 固定下来了 从此呢 两边就走上了 不同的道路 最后 对武力的政治控制呢 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西罗马帝国啊 在凋庇之中 就被蛮族所灭 下一讲 我就带你看看 蛮族到底怎么样干掉了 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顺利 着课 耳部